玉龙在季后赛首轮直落三横扫台赢过关 尽管下一轮要强碰寻求四列霸的蒲源 杨将赫夫还是维持一贯自信 还呛下说自己和吕正如周世元几位射手的搭配 绝对会让卫冕军尝到苦头 助力教练李启义相当肯定赫夫的稳定表现 他认为如果其他本土球员同步发挥 将大有机会赢球 进攻端要好好把握 防守端自然也不能漏掉 李启义特别提到 蒲源洋将Gareth Seiler在体型打法 和弹音的James Seiler都很相似 玉龙正好可以汲取季后赛首轮经验 修正防守大个子中锋的策略 因为我们本土都是用李德威或周博生手 这样我们的体型真的是太小了 如果我们可以减少他一开始 就很轻易地接到球的话 他的进攻时间不管是传球 还是个人进攻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delay到他的时间 SBO季后赛第二轮即将在本周末 登场表现倒是甘蔗的玉龙 有没有办法扳倒魏冕军 所有球迷都在期待 未来体育新闻 萧信昌李一涵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一涵采访报导